台湾民调大概2.4%的人将中国人当作唯一身份 其实是很奇怪的 基本上来说整个比例没有怎么变 访问了1万5千人左右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话就超过六成 但是低于前一年 前一年应该是超过63% 这些小数据其实没有很大变化 所以也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他拿2.4%自己认为自己是纯中国人 是抢下人头而已 但是问题是如果国质两边 如果有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的话 这个是有32% 反而弱是升了2.8% 所以他拿出2.4%来说 这个是文望学位 其实所有的台湾人几乎是 所有的台湾人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了 这个就是美西方豪 希望可以做一些的条件给大家知道 就是说这个是台湾人的意愿 他们是一个国家 不需要跟中国 就是台湾 和中国无关 制造这个言论 这个就是说 也准备是军事行动的一个做法 军事行动 就是除了你说极端的飞机大炮 恶务对决之外 其实就是说 现在在连串的事件里面 可以很明瞭 刚才所说的就是 最新的发展就是根据这个自由事保 就是这个深绿的一个媒体里面说 真的好像正如我抛出的看法 就是说 我们不如拱手 把这个金门和马祖这些地方 完全是交给 就是全部放弃 我们受到这个大陆的很多压迫 我们被迫棄手 这时候就回到1958年 就是美国那个50年代 就是力劝蒋介石 就是放弃彭虹马祖 就是金门这些地方 正是守着这个台湾岛 目的就是说 代表台湾永远割力于中国 而成为美国的 没有身份的其中一个殖民地 当然蒋介石没有这么做 后来有一个823炮战 也是试了美国 整个情况之下 金门现在和这个大陆 就是很合拍的 如果现在原来 根据他们台湾的行政分区来说 中国民国两个省 一个是台湾省 一个是福建省 福建省就是指金门那边 但是金门太贴近这个福建 他们民进党全都输了 那里不是他们的表仓 所以如果比如说放在金门来 而是象征熊湾独立 这一招其实都 就是他们都合乎 所以为什么自由市 会怕出这些东西 一来可能说一下一下 你不要逼得逼 是不是 我根本都可以不要 那就是说 反正现在金门和厦门 有水电供应 赖于这个福建 那不如逼迈你 我不要 甚至大家可能在某些事件 製造某些事件 因为这次金门有人命 有人命伤亡的 这次金门 再准备一些 那会怎样呢 比如有海巡洞或者警巡 或者海军之间 现在大家是 洗来洗去面对面的 根本互相挑衅的 其实挑衅的意思就是 在台湾挑衅这个架架架 中架架架就是拘离他们的 所以台湾就complain 现在大陆是挑衅他们 台湾的地方 架得两脚 拆出火花车来的时候 我一拆出走火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几大宗 不知道有几大区域 不需要美国军艦出 不需要他们进入 这个东风快递的栏域里面 马上可以製造一个国际事件 因为他们完全是 40多个国家 如果根据拜登所说 尤其是美西方 尤其是欧洲的人 马上可以就说 好了 因为有人单方面改变这个现象 所以 我们 就要制裁俄罗斯一样 制裁中国 你不要还跟我说 我们有很多生意要做 已经硬脱钩 准备了两三年 你还做这些梦 男女之间都分手 都很大争吵 你打算什么 复合呢 不是 订补费要给他差不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 新的判断 不代表会发生 但是有如今的情况下 所以很多小的地区 小的地区 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 超出预期的东西 比如说 现在金门台湾已经是一个事件 柯南会不会踩过去和 鲁螺丝 过两招 柯南会真的做难逗出 反正都会死的了 不如我现在也没得自救 你又不给钱 那怎样 就输出 我帮你去 我帮你去 我帮你美国出手 直接不需要的 我就是你那个 华里人 当然是少数的 一个议员是这样看出 但是那个味道很濃 所以刚才看到 加上现在说 台湾根本上 对统一 或者是回归中国 中国这个事情 成数很低 无论 无变度 不会是很高涨 所以 台独的土壤 还是长口存在 加上金门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你说 可能是互相碰撞 或者是互相炮轰 或者是 不是 总之是突然间 因为少少的事故 可能船沉了 然后整个金门我撤走了 好了 我就找人跟你说了 虽然是报仇报 或者是报不了官 但是这件事 就是出于这个义份 所有的西方 就是将中国整个人 真的进行 彻底的硬转转 当然 中国也不是 没有自己的南方 全革南方又怎么样 或者是 和中俄 会肩并肩 和以后会肩并肩 但是这些 每一个世纪人 也会在计算之中 所以我觉得 这么恐怖的情况之下 你回来看看 阿宝龙 来做这个延条 我问香港 哇很长时间 我第一时间听朋友说 这么长时间 通常三多天 因为整个人七八天 这么长 那你如果配合到 刚才我听到那个 世界局势 你都知道 会怎么样 它重点 不是很放弃这个商界 投资界 暂时我看到那一场 就是对 政府中部和他们 聊了一次 四方台 但是重点放在民间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信号 真的要处 处变不惊 人民是江山 江山是人物 民心是最重要的 因为 未来在看什么钱 不正确 赶快立法23条 真的要一个光目之急 如果出现一个重大的 世界局势的 变动的时候 硬脱勾也好 甚至军事冲突出来了 出现了大家的黑天暗 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准备 那么 夏普隆尼 做这么仔细的研究 是做什么的呢 那我作为资深传媒人 因为我经历过 一个 新闻的 採访 或者上次没有经历的 那个事件 就是温家普来香港 温家普在 沙士差不多搞定 之后 他来香港 去完 回来 他不知第二次第三天 已经过去 他的看法就是 香港存在 深层次矛盾 马上断脑程 但是你看到 好像说 我当时作为记者 深层次矛盾 大家都猜不知什么 后来知道什么 社会分配不公平 但是 但是 温家普提出这个要点 曾庵权 说了别的东西 就是说 这些东西 其实 他没有说四个分配 但是 他拆了他 他拆了他 但是 但是 是干预 就是 不会越级指揮 虽然之类的矛盾 当时我就有点点气馁 就说 中央 看到问题 为什么你不帮忙呢 包括那个政治 就是那个政治形势 你也看到了 包括他也知道 社会分配问题 在那里 那怎么不同 就是 改造香港的董事局 就是 中央没有这么做 完全是 让你们 港人去治港 但是 有没有做事 当然有做事 2016年 佔中 到2019 终于有颜色革命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 反应 马上立 马上可以撥乱反正 就是 中央已经知道 有深层次 也都推到 有很多部棋出来 也都知道 美国 和外国势力 包括 本土方面 那些机构 是在做什么 但是问题 就是 我们是 讲人自讲的原则之下 他没有下来教你 也都 很麻烦 没得教 就是马上收回 马上取消了 这个 中央 这个 50年不变 这两个东西 他都知道 香港已经是 接不到招 即是 林郑月娥那一刻 或者当时 一路一路扩散到 基本上 完全是 整个香港都差不多 顶不住的时候 他撕出手 是否有准备 今天下部 来做这么多事情 也不是说 他可能看到 香港有很多问题 他不是帮你去做 不是手把手 教你 你跟我这样做 那你就会好 会不会这样做 依然会让你走 但问题是 他准备了什么 这次 比如邓家宝应该知道 深层次的矛盾 必然会出现蓝色土药 一定会出现外国势力 有机会 有能力去扰乱 香港社会 这次是什么 金融战 已经准备了硬缺钩的时候 除了是有所谓的 軍事的一个形式的冲突之外 其实呢 最主力的那一场较量 应该是金融那边 为什么呢 包括赖债 包括硬断钩 而香港是对我的窗口 这个一定是主公点 可能阿波隆已经在想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怎么可以令香港 处变不惊 各方面怎么协调 国家要准备什么方案 因为为什么呢 又好像一样 黑暴你都受不了 如果有一个国际的金融浪潮 或者是金融战争 要在香港打响的话 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援 没有国家的部署 他做不到 所以你不是想着 你起班官做得不好 所以认识 认识 你教你怎么做 不要 你这么说很幼稚 如果根据我的观察 邓家宝当时看到那个问题 跟着后面 好像中央不做事 你明知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帮我做 说明那个人 就应该我答应了 你自己教他 但是问题 当你搞不定的时候 怎样呢 为什么有这个国安法 为什么要促进你搞23条 之前中央是没有促进你 就是没有在那里 指手滑脚做任务 没有越级指揮 没有跟利益集团说任何东西 没有影响你们 他就知道了 知道他就有保存 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一定是金融战 邓家宝已经如是了 怎么说呢 他有个市民说 其实就是国家会有鼻胎 等于好像任正非那样 你如果香港 这一边在金融战里面 招牌不住的话 你不是想着 中央会拿些钱来救你 他们是民族 他们有鼻胎 深圳 和上海 他们也是一个国际政治 他们可能面对更加 就是不像传统香港 面对所有的西方 他可能面对科学 真的在大陆 我们自己开新的 新的一个文明都开始 所以香港真的要小心 也没有那些新闻 就想想想 掛在那里读一下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这个 阿sir下来 我们好像有些表现 我们不是看这些东西 阿sir也看一样东西 其实如果跟着 温家宝的做法 比较 比较他们共产党做事 那个战略定力 和他们的准备 他们的眼光 他们的谋略 我觉得 不会即时跟你说 看你谁做得好 即使都不好 跟着 掌本布给你 跟着吸个黑猪给你 不是做这些 而是真的说 如果真的一爆发了 有金融战争 真是在民心方面 这个是这么重要 这么重视 香港为什么 康复 还是解决不了 大家要做这个社区客厅 如果安闻民心 如果出现很大浪的时候 香港怎么样 其实中央是关心香港 但问题 就是中央依然是 在50年北京里面 是确守着自己的城 这个就是共产党 我需要信賴他们 和他们学习他们做的一个方法 他就说 那这些公务会员 是不是要 三大纪律 八行主义 其实你学共产党 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一个管治团队 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没有学 我和安德里读书都没有 我们读自由派 不要说那么远 长下短说 不要只是在这里 挂着看自己的那盘棋 香港又怎么样 我们笑得不错 又怎么样 其实就是外面的世界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